欢迎来到每日行情分析 今天是更新到第850基 那么在昨天的影片呢 我们有说到说 这个行情会先下跌 下跌了之后呢 寻找一些支撑 然后找到一些可以布局做多的 一个看涨的交易机会 那么这一波行情呢 它从6万美金呢 突破上来去到6万5千多美金 那如果说呢 你是错过了布局的话呢 错过了做这个赚钱的多单的话呢 那么现在可能是一个机会的 现在行情呢 重新的整理调整 跌回了下来 进行了回调 那么这个回调呢 究竟机会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把影片看到最后 那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社区的话呢 在影片的下方呢 有我群组链接 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社区 7天免费体验呢 估计是还有几天就会结束了 因为我将会在9月份的时候呢 把这一项东西呢 把它给取消掉 那在未来呢 就没有免费的体验了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来报名 我们的两天线下课的话呢 也是欢迎你赶快来报名 那实不一失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行情 究竟是怎么去走 那昂青呢 在这个顶部的位置呢 进行盘整了之后呢 那么在昨天呢 就跌了下来 也符合昨天呢 影片所说的这个内容 先跌下来之后 找到支撑 找到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做多了 那么在昨天星期一呢 这个指标呢 它基本是告诉我们呢 下方的这个蓝色线 跟白色线的位置呢 都是支撑点 可是呢 究竟它要在哪里 一个支撑进行反弹呢 这个呢 从这个指标来看呢 是看不出的 我们只能知道说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多重支撑点 那多重支撑点呢 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罗K 或者透过我们这一个MACD呢 来找到一些信号 才能让我们去布局 做这个多单 那么呢 现阶段来讲的话呢 往最靠近的波段上涨呢 拉了肥波拉机下来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0.618的位置 大概是在62300多美金 那么这个位置呢 有没有符合某些支撑点呢 其实呢 它是符合的很前面的 这个前高点的这个位置 变成一个互换的一个支阻互换 那么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呢 有没有非常的符合呢 将真正的我们也很难去确定 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前高 这个位置也是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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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无意间就形成了一个前高的一个区间 那么在这个前高的这个区间来讲的话呢 由于它的范围呢 有点大 那么范围有点大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很难精准的找到那个价格 所以此时此刻我们暂时也就只能参考这个0.618的这个位置 大概是62,300多 可是如果说呢 以现阶段来讲的话呢 它也符合了来到这个最前面的这个前高点的点 可是这个位置呢 大概是62,800左右 那这个位置是否说它真正要反弹呢 那真正要反弹的话 我们就要去看MSCD了 因为MSCD呢 它是一个动力的指标 那这个动力的指标呢 它将会告诉我们它的动力究竟在几时要真正的去启动 就好像说呢 在之前呢 我们有聊到说呢 12小时的位置呢 为什么呢 我们会在这个前面的位置去布局呢 因为我们要找到的就是它的起涨点 它的开始要上涨的这个力度的点 那么呢 我们也确实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我就在这个社区呢 喊了这个多单 那么目前我们多单布局了 现在跌下来回调 我想要找的是什么 找的就是一个加仓的点位 同时呢 如果说呢 你是错过这个交易机会的话呢 那这个回调下来 就是给你再次布局的机会哦 所以今天的影片的内容呢 你就要好好的去听了 那往MSCD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昨天我们是讲到说呢 它会来到这个格子哦 大概是两小时 那以14时刻来讲的话呢 两小时的格子呢 它已经是可以说作废的 为什么 因为昨天确实它已经来到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里有一根针 它打了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又没有有效的反弹 没有有效的反弹之后呢 后续行情呢 又再次这样子跟你跌下来 所以就导致说呢 这个两小时呢 它已经是失效了 所以我们只能看的就是三小时 就是接下来它会到的位置 那么这个味道的位置来讲的话呢 刚好符合我所画的这个小小的趋势线来讲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往更小的时间来看了 那最最最靠近的我们可以看15分钟 那么以目前15分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它都还没有完全的调整好 所以今天绝对就是一个决胜点 为什么 因为今天呢 如果说它有进行一波反弹上来的话呢 然后去到蓝色线 然后再次下来 形成一个底背离的话呢 一旦15分钟 有了这个底背离的结构出来的话呢 那么我想要告诉你 你可以放心的去布局的 可是有一个小重点 三小时的位置还没完全到位 那么三小时的位置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呢 就代表说呢 它还有一个可能性呢 它会有一个小反弹之后呢 然后再次下跌 那么再次下跌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把它拉穿15分钟 所以这个15分钟的这个底背离啊 它有成立的话 所以这个15分钟的这个底背离啊 它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 所以我们只能判断为有待观察 那有待观察的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说 它怎样去走出来 那如果说它回去这个蓝色线 它再次下跌 跌到更低的话呢 那就有一个可能性 会去到这个 62,300美金的这个位置 那行情的这个走势呢 我们稍微的画出来的话呢 它会是这样子上去 然后再下来 然后在这边 做一个动作 然后再上去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理想的 一个行情走势哦 那我们是做一个预判和假设 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子走 我们就一起来拭目以待 毕竟呢 现阶段的MACD呢 它的动力是告诉我呢 15分钟都还没有调整好 所以15分钟要调整好的话呢 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那此时此刻最最最最多 它是调到哪里呢 它是调到5分钟而已哦 那5分钟是告诉我 它是想要先反弹的 那反弹上来去到15分钟之后 再往下跌是有这个可能性会出现的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留守今天的这个MACD的15分钟图会怎样去走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我有没有加仓 或者我有没有布局新的单子的话呢 就非常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社区 因为我都会分享在这个A哥给单的这个地方哦 那如果说你想要学会自己去补鱼的话 而不是我给你鱼的话呢 那就非常欢迎你来报名我们的课程 那我们的两天线下课呢 已经举办了第一场 那么这个星期六和日将会举办第二场 那么之后呢 我将会做一些大调整 那这个大调整呢 就到时候再和大家去讲解 那到时候应该就不是99块的事情了 好不好 那非常欢迎你把我的影片看到最后 也希望我所分享的观点是对你有所帮助的 那么记得来订阅我 关注我并且打开小铃铛 感谢你把影片看到最后 带上你学习顺便赚花不完的钱 我们明天见 拜拜